大家 我們今天就是我們初期班最美節 很開心 看到有年輕人來參加 這就是我們未來的希望 我在的時候 因為我們大家把課表拿出來 張文彥教授 就看到我的資料 你如果打張文彥的話 因為張文彥是蔡其愛命 對對對 你拿手機出來 現在因為我在研究所上課的時候 都叫我的學生都要帶筆電來 你現在手機就可以了 先認識一下 演講者或是講師師的情形 就很清楚 我的簡單的資料都在裡面 因為你們課表都有我的名字 你看看阿妮把它 那這三天來啦 大家有沒有收穫 有嘛齁 所以 教前來讀書 是有值得的 呃 我為什麼這麼講 我跟你們都一樣耶 我是第一期的 現在 現在 已經 快五年了 我也交錢來上課 當時候也是當講師啊 現在也當講師啊 我來上課也是 跟大家都一樣交錢 像我的經驗裡面啊 國民 革命實踐研究院 我也去上過呢 應該是五天 應當是五天 受信 不要交錢啊 吃住 再來 李登輝國事班 我也去上課耶 去當學生耶 也不要交錢啊 他給便當給你吃 我當時候 奇怪 我們來這邊上課 當 講師 等於當 老師啦 來這邊上課的 講師啦 我們也 跟大家都一樣 都交錢 我去別的地方 上課 車馬會 還有演講會 都要給我嘛 我現在去哪一個單位去審查 他也會給我什麼 車馬會 跟審查會 來這邊都沒有咧 還自己都 掏腰包咧 大家想一想 是為了什麼 當時候的情況 是為了什麼 目的是為什麼 因為目的 希望我們 台灣未來的子生 能夠過好一點 只有這個理念啦 其他沒有 當時我們認為 我們都還可以賺錢 也在想一想說 我們都是在 等於是 以現在來講 我們就是 等於是 附加價值的 應用嘛 等於是我已經七十幾歲了 也差不多 都沒有多少年就要再見了 那這樣的話 要 在事之前 做一個比較有意義的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想過 大家有沒有這樣想過 你們 你們 來上課 主要的目的 大家思考一下 是不是也要為 對 未來的台灣人民 都做一些 奉獻 大家都 志工也好 所謂奉獻就是 你當官的時候 要跟柯批一樣啦 這樣就對了啦 事實上 柯批的觀念都比我們 還要晚 兩三年耶 因為 我們上課的時候 都講我們的主張嘛 大家還了解我們的主張是什麼嗎 大家思考一下 台灣民政府的主張是什麼 我們是依照 國際法 戰爭法 究竟上和平條約 那麼 使流亡政府 早一點離開啦 這個就是我們主張 就是用和平的方式 來解決 那 我們在 我們的宗旨是什麼 現在我們最主要 今天 因為 那個主張在開幕式都唱 那麼 我們的 那個 國歌啊 國家的 我們未來的 啊 國家的 國歌啊 當時候 唱完了以後啦 我們就我們的主張嘛 我們的主張 因為美國也告訴我們是和平轉移嘛 還有無縫接軌啦 對 無縫接軌 所以說他還告訴我們說 一段時間是兩個政府的存在 那現在也是 我們 台灣民政府 這麼大的牌子 在 台灣每一個地區都有辦 辦公室啦 那是不是兩個政府的存在 也是嘛 啊 啊 這個就是 我們 在 主張上 美國告訴我們 那現在我們要告訴大家 我們的宗旨是什麼 我說我們 的 宗旨 比科皮還要早 因為科皮的目的是什麼 他只要他也是要為怎麼樣 台北人民 謀福利嘛 啊 我們 當時候的宗旨是 為百姓設想 這個 兩年多前 我們就訂訂這個 那科皮都還沒出來咧 他科皮現在才 才選上他說 改變成真 他的目的是要做什麼 就這個啦 這個是他的宗旨啦 跟我們宗旨一樣啦 為什麼一樣 大家思考這個問題看看 他說 他說 one city one family 這個就是說 他選 台北市的市長就像 這個城市啦 就像一個家庭一樣 那是不是 那是不是 為台 市的人民去 摸福利 我們是不是要為台北市的人民去設想 所以大家都支持他嘛 如果不是這樣 他有可能選上嗎 很難嘛 對不對 那 我們的理想 我們的宗旨 比科皮還要早 那所以說 你們來這邊上課 那所以說 你們來這邊上課 都是有福氣的人 才會來 因為大家都有這個言論 要為我們 我們 要為我們的 百姓設想 因為我們以後 如果 執政以後 每一個單位啊 所做的事情 如果沒有為百姓設想的話 目標沒有達到 那個部門的主管就換掉了 所以 我們 大家來 參加 我們 這個行列啦 為 未來 台灣 的人民 來創造 一些 福利 和 的想法 這個我們都知道了 好啦 我們今天啊 閉幕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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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都是 但是 我抓了一些 PowerPoint 稍微 再複習 前面有 很多的講師都講過了 我們來複習一下 大家 大家 是不是 能夠 更清楚的 了解 以戰爭法來講 大家思考一下 有兩個 香港的 那個 流亡政府不能什麼 不能就地合法 對 這個是一個 鐵則 戰爭法來講 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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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變 子田啦 那這兩個 記者裡面 大家都要去 了解一下 現在 現在 我們 一直在強調的 就是 台灣 的 那個 華裏地位 的真相 是什麼 大家思考這個問題 我再提一個問題 李登輝總統 我們很敬仰的 他 在當總統的時候說 台灣神要把他 廢掉 他的目的是做什麼 廢台灣神以後 他想做什麼 等於是 台灣神啊 省政府啊 把他廢掉 就是變成一個 台灣 國啦嘛 就是只有一個台灣嘛 那 問題 美國出來干涉 怎麼講 不可以啊 現在還有台灣神 知道的舉手一下 對 現在還有台灣神 知道的人 舉手一下 沒有 沒有 一個時候 沒有 一個時候 有 不是啦 我是說 現在的政府 子之裡面 還有一個台灣神 因為 李登輝要把台灣神 廢掉嘛 就沒有這個台灣神 但是 美國說 都不可以啦 所以現在還有 台灣神 知道的舉手一下 其他的人 也有人知道 其他人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齁 現在的台灣神 神主席啊 神長啊 林正哲啦 新職市的市長 做兩任以後 現在把他 酬庸到 當台灣神的 神長啦 他 他跟我同事過 因為他在某一個大學 當董事 我也在 某一個大學 當董事 時間 差不多 兩三年 林正哲 郭冠英事件 你們知道嗎 知道嗎 那個就是 林正哲的不對啦 沒有肩膀啦 他想做官啦 怎麼會 那個 辭職的 還會叫他 扶子 所以 這個就是 他說好人啊 為什麼 沒有肩膀 沒有肩膀 天啊 那 似乎 沒有肩膀 啊 我 都不知道 他 是不是 他 沒有肩膀 他 做什麼 他 做什麼 他 是 這個是錯誤的 好 我們再來想一想 阿扁 當總統的時候 他說要來什麼 參加聯合國 把資料準備好寄到聯合國去 聯合國的潘西文 秘書長把他推薦 連開都沒有開就推薦了 為什麼 大家想一想 為什麼台灣 台灣的土地面積跟人口比例 起碼都超過很多很多的 差不多起碼超過50個國家以上 為什麼不能參加聯合國 第一個是什麼 事實上 一個國家要四個要件 第一個 就是人民 是不是有人民 是不是有人民 土地 政府 外交權 這四個要件 大家想一想有沒有 那個土地是誰的 日本天王的 日本天王的 沒有土地 人民 大家拿的身份證都是什麼 都是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他們 他們不是想要能不能自在 他們是否認 他們都不認 是否認 都是南美洲、一些非洲、一些小朋友 所謂小朋友他國家不大、人口不多 經濟價值也並不很理想的 都是簽的都比較不是先進國家 所以說都是中華民國跟人家簽的 有沒有一個用台灣共和國跟人家簽 沒有嘛 所以聯合國推薦 再回來想 阿扁說 聯合國 他說聯合國進不去 怎麼辦 他再想一想 好啦 住在台灣的人民來自決 自己決定自己來公投 阿扁是不是想公投 對不對 美國說什麼 不行啊 你是麻煩製造者啦 阿扁是麻煩製造者 大家有沒有聽過這一句麻煩製造者 就是 美國跟他說你是麻煩製造者 為什麼 明明 這一塊土地 就是日本天皇的 什麼 你自在這邊的人要來公投 來自決 不可能 所以 所以 我們 來這邊上課 就很清楚 這兩個總統 所做的 都不了解 國際法 戰爭法 所以 大家 能夠 來上課 能夠 接受 這個華麗的受信 以後出去 跟人家講 就很清楚了 因為 因為 依照 旧金山和平條約 台灣 這塊土地 現在 還是美國的怎麼樣 主要占領全國 我來看 這一張 如果 他不是只要 美國不是只要 占領全國 不可能 由 美國 治理國務卿來發表 說 蘋果日報 罕見的 要給台灣自治 這個自治 他有這個前線 來講說 要給台灣自治 這個是 自治是什麼 用 autonomy 就是 要給台灣自治 就是說 上面 有人的自治 因為 這塊土地 不是你們的 所以 你們上面 還有人 可以給你們 自治 你 必須要 知道這種狀況 他出來喊 這個時間 大家看看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是什麼時候 我們 2014年 3月混 台灣很熱鬧 尤其是 三月 三十一號 三十一號 是什麼 太陽花事件嘛 五十萬人 走出來 世界 世界 先進國家 本土台灣人 都走出來 所以 美國嚇來跳 趕快 給這些年輕人 給台灣 的這些人 知道 你們不能 自己說 我們來獨立 公投 像阿伯就公投 他們就獨立了 不可以的 你們只能過怎麼樣 自治 這塊土地 不是 住在這邊的人的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 這塊土地 裡面 有兩種人 一種是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隨著 ROC 過來的一批人 還有 日本 日本 時代 留下來的 這些 日本 台灣人 大家去想一想看 兩種人 絕對不可能 你們去說 住在這邊的人 住久了 你們就可以決定這邊的 土地的 土地的前線嗎 秘師長 常常講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講 以前我都常常也都 聽課啊 秘師長講說 像國賓大飯店 你們去住那邊 住四五十年 六十年好了 住在國賓飯店的人 都出來講說 我們國賓飯店 我們來表決一下 來公投一下 國賓飯店 就是大家的 可以不可以啊 不可以嘛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就趕快出來講啊 這個台灣花 過了不久以後 有一個機會 剛好碰到一個 台大的 經濟系的教授 也蠻著名的啦 他問我說 你們台灣民政府 要走到哪一個地步啦 我就是說 美國說 叫我 我們是自治嘛 自治是什麼自治呢 像 加拿大 澳大利亞 澳洲 再來 紐西蘭 他們 是 英國 國協 或是英國 邦聯 那以後 我們就變成 日本 邦聯 就大日本帝國 那 這個就是 要給大家知道 所以說 這個 應當 來這邊 上課了以後啦 就很清楚啦 外面的報紙 看的 你就會很清楚 要不然 你都看不清楚嘛 都是 騙的 也都是假的嘛 來看看這個 這個 蠻有趣的 這個蠻有趣的 這個蠻有趣的 美國 美國 代表 兩年 兩年後 回來啦 剛剛回來 跟馬英九怎麼講 他說 大船離港論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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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有人 有時間 的 報導 你看看 大家想一想看 為什麼講 為什麼講 大船離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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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想這個問題啊 我當小孩子的時候 常常常聽到 大船離港 啊 這裡是 大船離港 大船離港 那時候是 什麼 美館 載米粉 載乳涼粉 來援助啦 啊現在說 大船離港 啊 他還去 大船離港 咧 啊 美國是 咧 只要 佔領全國咧 台灣 關係法 他就管理事實的咧 啊 所以他也很清楚啦 就告訴 說 大家準備落跑了 啊 事實上 就這樣啊 很多 信息 都是這樣的 啊 你看不出來而已 我們慢慢看 這個我們不講啦 因時間上的關係 我們這個 給大家說 看看 這個不講 我們來看 這個是不是 整 整被落跑的 前奏 這是什麼 他 那個時候 他講的 六月份講的 十一月份 就 國防部就搬走了啦 原來國防部都在哪裡啊 總統府的後門 啊 這個 是不是 準備 大船離港啊 看一看 看一看 就很清楚啊 大家去想這個問題啊 大家去想這個問題啊 要不然國防部為什麼要 要搬到大族去 啊 有看到這個報紙的 舉手一下 好嗎 都沒有 齁 你有齁 啊 你可能會比較關心 再看看這個 我們國防部是這樣做啦 這個羅勢 啊 亞太助理國務卿就也是羅勢 啊 2015年是台灣重要的政治年 他當時候 先告訴我們要住住 最後 他發表說 啊 這個要不要啊 是不是 快到了 你 那個 美國人 啊 這個 就是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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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是不是美国在掌控的 好了知道了 以后我们再来看 回来以后啊 就叫他去当什么 去当国安会的 秘师长 秘师长 2016年2月份 当回来的时候是 我们再回复来看 他回来的时候 是多少 6月16 也差不多半年了 就是 以后啦 他说要 禁医荒啊 林玉芳立委說這個不幸是健康的因素 自由時報把他標收 先跳船幫馬英九安排救生艇 這個都不是我講的啊報道的啊 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要落跑了 越來越來越不同 就真的準備要落跑 當然這個是精細的啦 老立法委員他說不幸嘛 這個也是這樣 越來越精采 我們看看他什麼時候那個準 因為他辭職了以後 當太陽花事件 結束以後再幾個月他辭職了 辭職以後 他說要回台大教書 有沒有 他說要回台大去嘛 台大那些學生出來 反對 為什麼 大家想一想 因為你們不清楚 因為我知道 為什麼我知道 在學術上 有一個規定 一個學校 一位教授 拿的聘書 照講都是兩年 所以 借調的時間 都是三年 所謂借調 從 到 學校單位 調到 政府單位 通常是給他 三年 所以 你第一年 第一年 第一年 拼任以後 可能沒有辦法說 你第一年拼任以後 你就借調 可能都 都怎麼樣 都是 交一年以後 才 行政單位 借調 去 三年 回來 你要不要在公務機關 如果你要在公務機關 那你就放棄 因為三年了嘛 那個兩人一拼 兩人一拼嘛 剛好 他過期啦 因為 他遲掉的時間 應該是在十一二月的時候 那個時間 一天 要的話 就下個 學年 才會回到 學校 但是 已經過期啦 保障期限已經過啦 如果他一直細緣細緣 你都不離開 兩年兩年兩年 或是說 你離開 還沒有滿三年 你說要回來 那又 又兩年 又兩年 那他 已經 超過那個時限了 那 這樣的話 要就是 等於是 重新聘請 重新聘請啦 你的聯資 等於是斷掉 教授有一個 優惠啦 但是現在私立學校 或是有的公益學校 變通一下 因為有時候教授比較 難拿到啊 教授 教七年 一年 可以給你去進修 等於 教七年 休假一年 啊 你 被調去公務單位 你 教授的聯資 就 停掉了 有的人 為了休假 而不願意到公務機關去 也有這樣的 因為你一去以後,又回來的話,連資就斷了。 這些當然是在老師的享受是只有教授, 但是現在有的給副教授有一個機會說, 副教授可以啦,先半年啦。 你副教授三、四年啦,給你半年出去啦。 類似也有這樣的啦。 那現在我們來看日期,我為什麼要給大家去算這個日期啊? 這個日期都很奇妙的。 裡面啊,都可以看出很多的問題。 3月6號,報紙出來。 那麼,他出去是什麼時候? 這個3月6號,他將一會去美國。 那是3月6號,那就3月5號出去。 3月4號,他沒有回那時候,可能十一二月份他沒有回台大喔。 然後,那個都4月,到3月4號,馬總統在把他聘為什麼? 總統府的資政。 資政,大家要曉得嗎? 第二天,今天聘資政。 明天,你出國去啊。 很急耶。 急什麼? 大家去想一想。 我們,2015年的2月28號, 在向美國提什麼? 告訴。 第一次,我們告,美國政府。 又告,流亡政府。 這個大家知道不知道? 2015年2月28號。 告來以後,他知道啦。 他要趕快派一個人去美國去解決一些問題啊。 是不是這樣? 要不然,為什麼? 他的父親,我想他也很孝心的啦。 很孝心。 很孝心。 他父親,生病也嚴重耶。 他也不再去校校,也不再去政府機關做事情了耶。 他也不再去校校。 我們去搞了後, 再告方, 告密探, 你就要隨出去啦。 那就隨出去啦。 啊,出去什麼人給他送去? 這才是處理 他要處理 說叫警察投資給他送去 警察 我們來看看 是什麼人給他送去 是這個 去送去嘛 我們來看看 是不是警察都偷偷 叫他去送去 我們想看看 是怎麼叫他去送去 來這邊不是很奇怪的嗎 他跟將來 走出 那個 在檢查的地方 要出關的時候 那些警察看到王組出來會走去還是不會走去 蛤 這有奇怪嗎 這有奇怪嗎 所以 很多的事情 你如果時間 和人物連連的 和人物連連的 是 真的 很特別的事情 將他發出沒多久 對 他老爸過世了 這還回來呢 如果沒有那些要緊 因為老爸身體不太好 一定是過世之後 事情慢慢的 不才會出國旗 這讓大家去生就很清楚 因為去那裡 我們過了之後 去請律師去創什麼 去那裡安排 還知道我們怎樣 三月十日 我們在三月十日 我們在做什麼 三月十日 三月十日 我們剛派一團人去美國 那個 記者 在這樣辦 國際記者會 在華盛頓DC 這大家知道嗎 你們應該有看押平過嗎 那沒有 蛤 你們沒有看押平過嗎 我們 我們 夫人 帶一團去那裡 發表 那個押平看到沒有 沒有說沒有 那在什麼時候 三月十日 這樣你們知道嗎 你看 你看 三月 我們 我們過來看 三月七七 三月七七 去美國 我們頭到三月七七了 七八七七七七十日 就去 邀請 這些 這些人 不要去聽我們的 演講 救他們這些 重量級的 國會議員 這外交委員會 這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羅醫師 抓這些人 不要去聽我們的演講 三月十三 他們要來看押平 那這張出來 他們剛來在這裡 是三月十二了 應該照說 他們這些人 都會去聽我們的演講 就不需要去聽 這樣大家清楚嗎 不需要去聽 啊 來來來來 我跟你們交代 來台灣 你們說 台灣要做什麼 喔 你們很幸福 可疲的啊 不然來去 可疲的啊 啊 你看 啊 這都是什麼 他們要去那裡 安排 啊不然 這要老爺 聽我們的演講 耶 不需要聽啊 趕快帶一帶來台灣 讓他們聽不到啊 好 啊 啊你看 美國國會議員啊 在問啦 很醜味的啦 說你哪會選贏啦 到底是怎樣 啊 他說什麼啊 說 他要 收 逼 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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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若受傷去水地撈火出來 刷魚就怎麼撞來了,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看電影都看到這個嘛 若撈火出來,刷魚就... 好,我們很討厭就撞來要吃人了嘛 那這就是... 柯文哲怎麼會這樣說 我們想想這段大家想看看 怎麼會這樣說 大家不知道有聲音出來嗎 羅思蕾啊 羅思蕾大家知道嘛 他這個就是要把科皮一倒閉 他還沒力命啊 他打... 那是149 這個就是閉案 科皮有厲害還是沒厲害 很厲害 來 你要說我貪污 你說我的小子不清楚 好 所有的小子都打到進選總部 有厲害嗎沒有厲害 含他以前的所謂 都打出來 這找沒問題啦 這樣是不是 人家同一刀嘛 羅斯雷斯 照說齁 這雷斯人人也不行 你用什麼 用財務 用會計財務的專業的公會的理事長 來跟人家檢查這個人家的財務上的問題 我認為是不對的 沒有這個道德的 你平常人 你跟他講說 你這個是 那你本身是專業人士 本身又是會計師公會總公會的理事長 你跟人家攻擊這個財務上的問題 你就假借你是專業人所講的話是正確的 因為要給人家形成這個正確的觀念 好在他被羅斯雷統一到 他還游得比鯊魚還要快 全部把他推出來 大家來檢查 哪裡我有貪汙 我有無弊 手 推出來 沒有事啦 再捅一刀 捅一刀什麼 手 磕皮 換賣器官 這個也是蠻嚴重的 有沒有 因為 是從 美國一個著名的寫著 寫出來的 說磕皮在賣器官 那要怎麼處理 這個是不是統一刀 磕皮也有統一刀啊 這個真的是 磕皮真的是 天佑台灣啊 那一本書的 作者 做出來的世界的一本很著名的書 他就 在國外 的人啊 兩天啊 就把他歡譽好了 會 寄回來 說裡面根本 沒有講磕皮是 賣這個器官的 他們要用 律師的方式 去詢問 用律師的方式 去詢問 啊 有沒有 磕皮 賣器官這個事實 沒有啊 他 那一位啊 那一位 那個 作者啊 就說磕皮很了不起 他拿到 用律師的來碗 他拿到的這些 又把他公佈 沒有幾天 他把他統一刀 所有的都正確出來了嘛 所以 柯P 真的是沒有事 給人家統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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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成為這種情況 也沒有事啊 所以他能夠選擇這麼好 所以他能夠選擇這麼好 好 我們再來看 當然 當然 現在啊 我們這個就 要告訴大家 我們 我們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 要給大家了解的就是 早期啦 早期 美國 美國跟我們講 告訴我們說 警隊啊 叫我們不要管 警隊 由美金來處理 我們只管什麼 我們只管警察就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 在受信 黑熊 這個黑熊這兩個字啊 也是美方 給我們的 美國有一個 黑熊部隊 給我們的 我們就 我們就 用這個黑熊 因為台灣的黑熊 也世界上有名 台灣的黑熊 一拉開 這裡邊有一個什麼樣 V嘛 勝利 所以 這個是美國給我們 我們在信念 我們是在信念這個黑熊 年輕的 朋友可以參加黑熊 他 告訴我們 我們指 進退 啊 事實上進退啊 我們可以看 當然這個 這個我們不講啦 我們現在這個也不講 我們講 來 我們來看這個 美方 主動啦 六零一旅 跟美國 二十五 那個 戰鬥航空旅 結門 奇怪 為什麼要放出這個消息出來 跟什麼 他 這個是主動耶 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 是不是美國提供的 一定是美國提供的嘛 一定是美國提供的嘛 為什麼要放出這個消息 那就是驗證到什麼 美國告訴我們的 來 來 來看看這個 我們 我們 軍隊的 總管 出席啦 出席 出席 他在還 飆出來咧 我們 我們這個 這個 總長在這邊咧 他 在辦余交的時候 他也出席啦 這兩張照片 大家 看一看 這兩張照片 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大家想法是什麼 大家想法是什麼 美軍是不是已經 整個掌控你們 台灣的軍隊 這個是 美國的軍隊在控制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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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軍隊 你這樣去想就好了 要不然他為什麼要去 他也可以不去啊 那為什麼他一定會去 那就一定要來啊 當然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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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還有一張 在 在 介紹這些 我們來 這個就是 驗證啊 什麼 美國跟我們講的 都一步一步的 湖上檯面 他說 牛 警方 射擊 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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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防部总政治作战局组织条例 这个是我们撤销 这个有没有看过 上课的时候老师都有给你们看过了 这个可以照啦 照一照回去 给大家看什么单位 好多都准备要落跑了 大船离港了 很多都准备要落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再来换一张 好了 我们再来换一张 这个就是平潭岛 我们介绍这个 这个是什么新闻 这就是美中安排ROC的难民 回归中国福建省平潘岛 两岸共同管理 这就是美中安排ROC的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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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再来换一张 来换一张 就是美中安排ROC的难民 说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再换一张 然后再换一张 早期,在韩战还没有爆发雨前, 麦克拉帅邀请孙丽仁将军到他的地区舰队。 所以,孙丽仁,麦克拉帅跟孙丽仁这么讲, 他认为蒋介石不稳, 但是,他认为蒋介石不稳, 他认为蒋介石不稳, 他认为蒋介石不稳, 那五年,都把它安住在菲律宾, 要请他来管理台湾变成等于美金的金政府一样。 孙力人 把这个信息回来以后 把这个信息去告诉 讲这事 形成了 孙力人事件 大家不知道知道孙力人事件吗 被 软禁了 禁 禁禁禁台 无关了 软禁了 台中 河 那时候 那个叫做河州新村 留在那个地方 我为什么讲这个 故事给大家 事实上 美国做什么事 他都事先安排 因为他已经跟菲律宾都讲好了 后来怎么没有去菲律宾 韩战爆发以后 他希望 我们 美国 就 进来打韩国了 也就利用台湾了 把这件事啊 就没有再提了 因为又 生理人被软禁 这些原因 所以就没有再提了 现在 为什么他要事先安排 平滩岛 我们去想一想 美金进来 美金进来以后 快要进来了 进来以后 一宣布台湾 美金管理 住在这边的人 会不会跑到中国去 会不会 大家都 怕 急速不稳嘛 有时候都会跑嘛 如果住在台湾的 好像他们 那个 等于是 流亡政府的 那些人 他也会跑到中国去 怕他乱跑 那么 义辜 超得 二十万人到三十万人 会跑出去 如果 三十万人 有的跑去 东北 有的跑去 沈阳 有的跑去 山东 有的跑去 四川 贵州 云南 福建 乱跑 我们这边都受到什么 民族 这个教育 到那边可能 到时候 起革命 中国就乱起来 那边也在革命 那边也在革命 他 全国都在起革命 那就 他就 也怕嘛 美国跟他讲了以后 说 那好 都住在这边 我们规划 三十万人的 平潭岛 可以给你们去住 所以 平潭岛 是这样形成的 大家知道 平潭岛 听过吗 听过吗 这几天听过 以前都没有听过 好了 来看看 平潭岛的 那个 情形 跟他的 报导 他当然这边写 有五个共同 共同规划 共同投资 共同建设 共同管理 共同设益 你开车子 可以到那边去 新台币也可以用 你医生 他那边 也可以 给你营业 看病 台湾的都可以用 这个就是 你是跟美国讲好的 那么要给美金进来以后 我们掌管了 那他 可以 给不想留在台湾的人 可以到哪边去 那好了 我们来麻烦一下 看这个 这个报导 来看看 统战的手法 可能又来了 好 现在很多人 都打算去平潭岛 为什么是这个岛呢 好 有人说 你如果愿意去大陆单光的话 你就可以到这里来 好 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平潭县跟台湾 航程是三小时的距离 不算太远 他们现在开始 就在大举的挖角 我们台湾的人才 特别打造了 这么一个平潭实验区 里面的管理阶层 通通用的是台湾人 它的总规制复制台湾 而且据说 民调当中 有47%的人 是愿意当中国官 年薪当然很高了 大概是两三百万元 接近是台湾部长级的薪水了 而且现在最新的消息是说 还传出他们有意思 要延览亲民党主席 宋楚瑜是担任 整个区里面最高管理的职务 可是亲民党否认了 船身高达四层楼 附设豪华内装 丽娜伦正式起航 从台北开往平潭 大陆福建向台湾招手 要找一千人去当官 我有去过 你有去过大陆 对 所以那个生活品质太差了 因为那里的环境我不喜欢 如果说他进出年薪两三百万了 哦 那可能就会考虑 商品城加紧赶工 大片荒地 未来要盖高铁 福建平潭实验区 号称两岸共治 找台湾人到大陆当公务员 网路真才职务五花八门 每年可领二十万到六十万的人民币 最高年薪相当台币三百万 他们是号称对于台湾的 开放的最后一个经济特区 也最后一个机会 所以本身来讲 平潭整个设计 就是针对台湾的工商业 来做一个整体计划 拿高薪当诱饵 第一波吸引七十多人投履历 最后只取六人 录取率不到十% 全是狠角色 曾经参选市议员 金汉生计负责人杜德红 现任平潭议院副院长 交通与投资公司副总杨哲安 还有平潭区管委会副主委梁秦龙 都有金融背景 甚至传出新民党主席宋楚瑜 也在沿览名单 实在是太小看也太侮辱了宋主席 国民党新党 这都是最严重的 甚至于说有了政党 他们的党主席 都有在那边设办公室 区内特别标示 距离台湾只有68海里 交通薪水双管齐下 试图把台湾人才一网打尽 三连新闻台北众文部导 那因为这个是报答 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个也台湾受害 在平潭受害的台商也报道 来 全体中共在福建平台设立实验区 福建顺商抵台大力推销 并进行非法招商 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 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 告诉台湾民众 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 又一个火坑 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 抗议中共引资伎俩 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 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 提出各项投资力多 受害台商表示 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 共同经营 共同开发 最后共同共享 其实是骗人的 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军入翁的新招 这个就很摆明的 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 因为平潭 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 然后设下一个陷阱 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 台商一进去以后 他就往中桌边了 开始宅你们了 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 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 说中国现在的司法 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 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 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 中共的这些 这些伎俩呢 我们已经看透了 中共就是这样 每次 就是他如果法力赢你了 他就依法办 法力输你了 他就用抢劫霸占 司法在中国大陆 简直只是作为他来 诈骗的一个工具 这根本就没用 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 告诉法务部说 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复制 范围之内 我把海机会跟海协会签的 两岸司法复制 拿给他看 这个白纸黑字 赌足罪啊 怎么会没有呢 那法务部说 他们说没有 我也没办法 所以我们的 我们这个法务部 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 他说没有就没有 受害台商接下来 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 要用血泪教训 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 新唐人雅致电视 秋天喜赵阳 台湾台中才 那大家看到这个以后了 我也要补充一下 可能在五年前左右了 我本身是仲裁人 当然我的身份很多啦 本身当然是教授 又是专门职业 还仲裁人 仲裁人一般来讲 就是民间法官啦 第一次中华民国仲裁协会 到北京跟他们北京的仲裁 办个研讨会在北京 我们我去了 起来以后啦 在节夜事前 有一个座谈嘛 Q&A嘛 我举手 请问他们 就是人民的法院的法官 我请问说 为什么台商啦 在中国打官司都判输 他们回答怎么讲呢 他说 违背中国的政策都判输 那你 大家想想看 你 是 台湾 到中国投资 什么叫做中国政策 什么是中国政策 他说 违背中国政策的判处 因为 你是外国人 我是本地人 他的国家要 帮助本地人 当然会把你判输啊 但是大家 我这样解释啊 大家一定 说啊 这个 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但是我 证实 他那个 那个时候啊 在前几年啊 我们 刚好也是在上课的期间啊 有上海 的一个 女律师 女孩子的律师 他说 他 来台湾参观以后 他说 回去啦 会到北京 受表扬 的律师 我再拿这个问题去请教他 他怎么讲 他说没有啦 他讲说没有啦 有法律还是照法律啦 没有法律的话啦 当然是依照 违背中国政策的判处 我这个是又证实了 违背中国政策判处 在今年啊 刚好 刚好 我去 做母族啊 母族坐大位 大家知道吗 母族坐大位 大家知道吗 母族坐大位 我去参加这个婚礼 刚好 一个在 北京 做生意 我也问他 他说北京做生意嘛 我也问 跟他国同以后 告诉这个婚礼 他还告诉我什么 你知道吗 他说 没有啦 看 法官啊 是看 他送钱多的 叛允啊 他 他这样跟我 所以三个人验证下来都怎么样 都差不多嘛 等于他们的 你不是当地人给你输啊 你送钱送少啦 也输啊 他说他在那边打很多官司 有这个经验啊 你要敢送钱 你要打官司就要敢送钱 送钱比对方还要多 但是 如果台商都台商打官司是这种 如果台商跟本地人的话 那可能就说 违背中国政策的判输了 给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 真的 他们的 是这种 是这种 情况 那我们 讲到 啊 这里面 我们再来 看看 可能 有一些 你们没有办法 看到的一些 资料 的 powerpoint 给大家看 太阳花四天 后来 又 一些年轻人 攻进了行政院 攻进去以后 这个是 这个是 6号 那可能 是四月五号 攻进去 攻进去以后怎么样 是 是 虎人大学的 啊 他也跟着这些学生跑去了行政院 一进去以后他从在二楼进去以后 从抽屉里面去欢出来 从抽屉里面去发现这一张 这个也蛮厉害的 中文看得懂 他从抽屉里面 拿出来那个手机拿来一照 把他公布出来 这个就是表示行政单位 行政院的等于是高级公务人员都在作假 你看是不是高级公务人员都在作假 每天要上政院的一点通气点五十次 有点的就打勾了 没有点的就他休假了 你看是不是公务人员都在这边鬼混 都在那边骗 所以看到这些 这些都是政绩啊 你不能乱讲啊 你看看公务人员都在做什么 我们交的新扣税 我们交的钱 要花给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在那边造假 至少要点五十次啦 表示按赞 你看看 有点油吧 有点油 有点油 这是 一部 称赛 那是 一部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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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事情都在忽然遙事嗎?沒有什麼。 這個當然都在怎麼樣? 裁病了,都在裁測了。 這個事實上是這樣,都在裁測了。 那個時段都在裁測了。 這個應該都有看過嘛,上課的時候。 對。 這個是來由是怎麼來的,大家不知道不知道。 我稍微說明一下。 我們是在 在 2010年9月8號 在 第一次,在 2010年9月8號 這個 就表示什麼? 台灣 是美國 還是主要的 佔領錢國 台灣 的土地 所有錢是住在這邊的人的 這邊,這邊是哪裡啊? 黃公 黃公 我們知道以後 我們知道以後 2011年 十二月 我們 就去 在這邊 去拜 日本天皇 要不然我們不知道嘛 有這張照片 有這張照片以後啦 民主黨研究了以後啦 就確定 台灣就是 日本 天皇 所有的這塊土地 所以 2011年 前 十二月 二十號 去 從這個地方 進入天皇 的地方 那 那同學喔 我們同心啊 你們 完成高級班 才有資格 參加 去參加的人啊 去參加的人啊 我們出去都 一百多位以上 而我去四年了 我已經 去 四次了 第五次 我也 要去 希望 我們 大家 上過高級班以後 穿了制服以後 大家 再去 跟 日本天皇 說 天皇黑咖 滿載 當時候 我們 第一年 要進去的時候 很辛苦 我們 是準備兩隻旗子 第一個關卡 他說 這一隻 不可以帶進去 我們進來都是這一隻 你 你只有拿這一隻進來 那我們 也就把他收起來了 但是 我們還在跟他交涉 我們是台灣民政府 是 日本天皇的子民 因為 因為 我叫我的父親 叫我 叫我的媽媽 叫 那我媽媽 叫我說 抒娘 抒嬌 抒娘 以後 所以我們跟他教授以後啦 他就打電話去問 那個宮廷裡面啦 皇宮裡面的人 回來啦以後說 可以啦 我們這隻可以帶過去 我們士氣大正 我們終於 這一隻 可以 進到 日本皇宮 從那個時段 每年 日本天皇 生日的時候 都 這兩隻 都可以進去 已經四年了 第一年 報紙 看我們這個旗子啊 他 去照了以後 他也把你畫什麼 畫紅的耶 報紙出來 這個紅的比較小啊 對不對 我們比較一下 我們這個紅的比較 叫千千大啊 他 照出來 他這隻沒有畫 把我們這隻也全部都怎麼樣 畫紅的 他說他們根本就沒有看到 這一隻嘛 他們的記者都還 報導新聞都不給我們報導 所以我們就 發現 但跟他抗議 第二年的時候啦 我們這個旗子都 有出來了 有報導出來了 所以他們現在很清楚很清楚 那個 我們 我們 應當 我們跟 日本 李登輝 只有 會啊 實際上啊 他們是主張台獨的 台獨不行啊 為什麼台獨不行啊 美國說 你們要獨立就跟我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 投降以後 這個地方是我的戰利品 你們說要獨立 那不是我的戰利品 你要跟我搶嗎 不是要戰爭嗎 所以 都講得很清楚 那 當然 這個 只是 跟大家 報告 怎樣 我們再來看 這個是在 複習啦 我們這個 在複習 來 我們再來 複習 這個是 2009年 4月 7號 美國高等法院 這種判決 再來 複習一下 第一個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第二個 無國籍承認的政府 第三 人民生活在政治這個煉獄 第四個 美金 能然 台灣 能然在美金 政府 占領中 這個是 事實的 有時候我碰到朋友 他也是高等知識分子 所謂高等知識分子 就是說 大學以上 應該都可以算高等知識分子 我問 我問說 你相信不相信 美國高等法院的判決 你相信 那當然是百分之百 這個不是流亡政府的判決 這是一個 流亡政府的法院的判決 這就是 美國的判決 哪 這樣 有 那 你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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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判決 你相信 不相信 你相信 你相信 那你又不相信美国的判决,那你根本就有问题 当然,这个就是再给大家了解一下这些 我们看看,你看这个报导 这个是2013年5月27号这个报导 改募兵 因为国防部的指示,裁册陆海空三军司令部 那这个就是给大家看看 但事实上,前面所看的例子就有了 等于是,我们军队都被美金同门了 好听说同门,讲不好听说被美金收编了 这样大家知道吗? 就被美金收编了嘛 这个也是被美金收编一样嘛 好,来,这个也是啊 因为千万一块以后啦 那个国金共金都是中国金 那你看,这个报导 他说,美金撤台三十年 第七舰队完兵 再来了 在新竹的有没有 在新竹的有没有 新竹的 他不用我们的工人呢 全部都用美国人在这边盖的呢 这个是什么 他就是安邦啦 是市场新竹热山雷达站 加一个安邦 就是中华民国出钱 就是中华民国出钱 帮助这个美国设立的雷达站 金钱港基地啊 十二点以后 晚上十二点以后 金钱港基地啊 到清晨 在六点这个期间啊 其他的飞机 民航机都不能再降落 我当时候看了一份报纸 我感觉很奇怪 为什么从香港飞一部 飞机已经超过十二点多了 叫他从飞回香港 有一个民航机啊 我也感觉很奇怪 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因为美金 一就是一 你在这个十二 以后 我这个机场就全部管住 所以 秦天港机场是什么 是 美金 在用 中东那边的飞机 回来这边 休息一下 再回到 那个 等于是 回到 关岛这方面 去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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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没有看过 上课有没有看过 没有 那没有看过 就是说 当时候啦 应当是 八八豪灾吧 马英九 马英九 宣布 禁止 外援 当时候发生 轰差的时候 说 美国也要来 中共 也要来援助 他说禁止外援 只要 他是在不想美国 的飞机下来了 所以说禁止 他也飞下来了 不管你 这个是我 只要占领全国 他的经济啊 这个经济啊 这是美国的 经济啊 这个 啊 飞下来了 这个 这个 就是 在台南机场 那 个 F18 有没有降下来 他也降下来 给你看看啊 这个地方是我 有掌管的,你们说不可以进来,这个也是,这个是哪一个单位,AIT嘛,这个就是2011年3月17号, 美国在台湾桃园机场,AIT制射海关,自己处理日本大地震,从日本撤退进入台湾的,这些他们的居民。 当时候,我们陈唐山,刚好那时候是第三期,也请他来跟我们,外聘的讲师来跟我们演讲。 我们拿这个给他看,他拿这个去执行, 去执行的时候,为什么美国可以在这边自己设海关来处理呢? 那不是我们主权没有了吗? 那他说,当时候应当是行政院长,说要给他们方便了。 给他们方便了。 这一张,这一张应当有的都有看到。 那这个也事实啊。 台湾不是我只要占领全国,他怎么随时飞机飞下来,随时要做什么,都由他自己来。 对,你们到旁边,流亡政府在旁边。 那我们现在来换换我们三例来跟我们报导的这个新闻,请。 新传单报纸广告,厚厚一叠,权力法案上到处可看到台湾民政府五个字,走一趟总部,发现都是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员在办公。 他们,我们现在目前有分出几班和高几班,那我们两班都上完的话会有那个证书,那他会就是未来的公务人员。 参加严席营一次六千元起跳,未来就可以捅一辈子铁饭碗。台湾民政府还自制津片身份证,每张一千元,号称拿着它就可以自由进出美国。 如果你用中华民国护照,他要你证明你是台湾人,你又拿这一张,就可以捐去了。 写着黑熊部队这一大碟,附上姓名电话大头贴,通通是来应征台湾民政府警察。卡其色制服上就袖着一只大黑熊。 台湾民政府2008年2月2号成立裁内阁制,发下豪宇,要发出四十亿万份身份证,找到四千名公务员,以及木道一千位警察。 国旗绿色代表台湾福尔摩沙,中间蓝白色代表美军占领中,最外环则是台湾六个州,每一位州长都有自己的办公空间,各自独立运作。 马英九啊,生吞活泼台湾人啊,所有的五大基因都破产,你看他哪一点做得好,你告诉我。 我只看不惯马总统治理国家方式,更扬言,如果台湾民政府获得美国认证,王后只要马英九敢自称政府就提告,但大家的疑问是这个。 冲着马总统而来,带领台湾人独立,号称不从事募款,但却有财力在报纸刊登半版广告,少说几十万起跳,还有自己的停机评,台湾民政府能比中华民国政府有多少国际空间,外界都睁大眼睛。 我们是感谢三立啦,但是有一点,他说我们这个身份证是自己制造,这个地方我们要跟他complain。 为什么要跟他complain? 我们这个身份证是美国制造,它是晶片,是晶片的身份证。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晶片的身份证在美国的使用,是给大家了解一下,我们来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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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书定,毕书定,所有大家的习弟姐妹平安。 今后的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毕书定常常非常清楚, 然后,简单的事情,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 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ID,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ID。 他也放进去,no problem,没问题。 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童心说,呀呼呀呼,过来过来。 还为是要准备吃山猪啊,这个美国没有山猪啊。 那我们去的时候,咦?怎么要去那里?原来又要到国务院。 那国务院呢,我们七个人就进去。 那只有用ID,一放进去,shut! 好,ok!我就进去了。 这是非常好的见证。 这不是高沙主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腰直呢,不是呢。 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 毕书定说,非常简单。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这个流氓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 难怪我们高沙主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 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氓政府混到。 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愿有这样的见证。 所以非常千真万确。 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童馨来讲。 多谢各位。 好,我们来看下面。 那我们童馨啊,到关岛去。 那么他进出关岛的时候呢,就给关岛改个章。 进去了。 这一章身份证是百分之百。 因为你们如果来上高级班,我再还提供几个实际上的例子给大家看。 因时间上的关系。 所以,百分之百的金片的身份证是美国制造。 在各个地方都可以用这一章身份证。 因为时间上因素。 所以,要拜托大家做两件事。 第一个,回去,请这些比较专业的年轻的都来受信。 我们希望,能够年轻人都来接棒。 第二个,回去,要大家的亲戚朋友都来办这个身份证。 因为这个身份证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的。 因为你有这个身份证,就是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 你爱这一块台湾人。 如果你是第二代,第三代,你爱护这一块台湾,我们也希望你来办。 因为等于你要再取得我们台湾政府的国籍的话, 也要按照我们这本红的,就是我们台湾公民全力法案。 大家带回去,欢欢看,台湾公民全力法案。 你是第二代,第三代,都可以来办身份证。 我们也欢迎你按照这个规定。 提早来办,对你有特别的优惠。 按照这些方式,按照台湾公民全力法案。 你深属召 Moto engagement。 那个超级支持台湾公民全力法案。 我因此 Executive screenshots faire traditional 今天大家來了 我們希望 高級班也能夠再看到各位 謝謝 大家 時間 已經差不多了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要問的有沒有 好 請講 哪一個 這個 USMG 就是美國金政府 這樣知道 美國金政府 那好了 我們今天就到 這個地方 感謝各位 謝謝